夫理靠顿悟,正凭见修。 今日明理之事凡多,皆因屠落口头,行为究竟,只得幻影一见,习哉。 悍哉 若是真心前修,生死世大,一致直探证佛之正法三昧,则于发生虚妄乱思之根本原因,必设三等剑修次第步骤,方能连根撤除。 此由易洁净之宝瓶,酒庄毒药,现想除去毒汁,恢复原有之洁净,必须先用汤水香灰洗涤,害它本来,然后方能储藏甘露。 如何名为三种剑修次第? 第一,修习注音,修习一切善业,熏习一切善心,以消除妄念之注音。 第二,真修正性,培养善根,从事真正之修行,用以剖出原明灵妙之正性。 第三,增尽善业,在行位上,为善无止境。 在至心性之功用上,白尺干头,更求进步,如此增尽修持,使与现行业力相反而行。 所谓,所谓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秧乙。 如何是修习注音? 世上十二种类,卵生,胎生,师生,化生,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色,非无色,非有相,非无相,知众生,众人共生。 众多之法,甲合而生。 经众多之生死固明知,都依赖饮食而生存,所谓薄食,又明断食。 即是众生们依时间之分段,用肢体帮忙来吃食,处食,依靠感觉而食,如日光空气等。 思时,精神上之食粮。 时时,心理上之享受。 因此众生,食甘甜食物而能生存,食毒素食物便会死亡。 故一切之众生,要求得佛正法之三昧,应当断除世间之五种心菜,葱、蒜、蟹、心渠。 此物中土所无。 此五心物,熟食令亦发生淫欲,生吃使人亦动甜恨。 如不戒除,即使善能讲说一切经典,心性难入清净,鬼魅喜与魏舞,不知不觉及堕魔道之中。 故一般修习菩提,而求无上正觉者,必要永断五心。 如何是真修正性? 一般众生要求正入佛之正法三昧,必先延持清净之戒律,永断淫欲之习气。 不饮酒,不食肉,以火尽食,不吃生物。 盖修行之人,不断淫欲和杀身之心,想超出三界之外,是不可能也。 如何是增进善业,转变现在所行之业力。 能够严肃持守戒律,没有贪淫之心,对于外界六成物欲之现象,渐渐不会奔放流义。 因此收射放心,回复归还道自信之本源。 对于外界物欲现象之诱惑,既然不去追逐它,攀缘它,那么六根之生理本能,自然就甜淡清净。 如此使狂一奔流之妄念休息了,返还道一灵不昧,纯真无漏境地。 六根六成之作用,既然能不再生起行动之业力,则十方国土之物质障碍,就一起消除。 较然清净,譬如流离内玄明月,身心快然,妙缘平等,或大安稳。 而一切佛之缘明清净为妙之秘义,皆会在此种境界中明白显现,由此即可或无身法人。 由此在家见修,则随他所发现之行持境界过程,安利各种次序之甚为名称何含义。 甘惠的,欲爱之念夜已甘枯,六根与外界物欲及不相偶合。 目前之有限残身,气质已经变化,不再继续发生夜袭。 直心虚名不昧,完全未清明在宫之智慧。 修持见久,智慧之性能,光明圆满,照耀十方世界。 因为只是甘有其惠而已,未能发生自信大定之功德,顾名为甘惠帝。 信心注,甘惠帝中,只是欲习出甘,还未与真如自信之法流相接。 就以此出的甘有智慧之心,心心念念之中,如渐渐中的,中入法性之流,渐渐使真心开展圆妙。 从此在真心妙缘之境界里,重新发生至真觉妙之之间,正的真心原是常驻不变,身具真实信心。 一切妙,一切妙,自然灭尽无余,完全在中到纯真中行,名为信心注。 念心注,正的真实之信心,明了一切都能圆通自在。 身心心内外和中间三处,不再会受到障碍。 乃至对于过去未来,无数节中舍身受身之一切习气,都在一念之间,现在目前,自然记忆不失,名为念心注。 精静心,真心灵,真心灵妙圆满,真经发生变化。 无始以来之习气,都融化成为一体之精明妙用,只用此种精明再求进步,入于真静之静,名为精静心。 慧心注,真心注,真心之精明,一切作为,纯为智慧,名为慧心注。 定心注,直持智慧光明之静,身心内外,周,记展。 至箧,在记静静敏喬之中,有如止水沉波,经常您定不动,名为定心注。 不退心,在定静中,发现清静光明。 由定静之光明中,深入自信,有静而无退,名为不退心。 护法心 此心进入清安泰然之境 始终保持不失 和十方诸佛之气氛相交接 名为护法心 回向心 保持真心记照之觉明境界 能够生起妙有之力量 回光返照到佛力之慈光 转向佛的境界中安然而住 犹如一对明镜 光明互相映照 其中妙影 互相重重映入 名为回向心 借心注 心光绵密返海 获得佛之常明无上妙境之力 安住在无畏之境中 永远不会遗失 名为戒心注 愿心注 住于自在无碍之戒心境中 能够由于十方世界 所去都可随愿 名为愿心注 以上未实性 发心注 若有人用此真实法门 发起以上之实心 心经发生光辉 所举之实心功用 都互相摄入 愿成为唯一真心 名为发心注 智的注 心中所发的明镜境界 犹如在清静流离中 现出内在之光明 前面所发之妙心 随时随地都在妙明之心 地中行律 名为智的注 修行注 修行注 发心与智的所设及之一切之见 都得明明了了 便由十方世界 都无留爱 名为修行注 身跪注 所行与佛相同 感受佛之气氛 犹如中阴身一样 能够自由求得 转身之父母 互相感应 入于佛之种姓 名为身跪注 方便聚足注 既能随时由心于道 犹如初的人身而入胎 已经清成佛之法统 由此在家修行 如胎而知完成人行 名为方便聚足注 正心注 在静而形容如佛 道心也和佛相同 名为正心注 不退注 不退注 身心圆明 打成一片 日日增长 名不退注 同真注 在此增进 佛所具有之时 生灵香 一时都得具足 名为同真注 法王子注 逐渐人行完全长成 出胎在世 亲为佛之得法之子 名为法王子注 灌顶注 已经常养成人 犹如国之太子 成年以后 行将继承王位 得到灌顶 名为灌顶注 以上为实注 由生贵注到灌顶注 乃以入人胎位辟育 在功用上 却很实在 不过有些人 却把它当成实相来做 兼职位时有境界 实在一物不浅 此中妙用 为正方之 要到空有双蓉 智慧双运之实际里的 才解此语 欢喜行 既已成为佛之法子 就具足有无量 如来之妙得 在十方世界中 一切随缘顺众生 随缘而度 明为欢喜行 饶意行 善于为一切众生造福利 名为饶意行 无甜恨行 不但自觉 且能觉它 对于所遭遇 对于所遭遇之一切烦恼 皆无畏惧 名为无甜恨行 无尽行 于未来无穷之实际里 出生于任何种类之众生中 不受时间空间 不受时间空间之影响 名为无尽行 离痴乱行 或演绎 或综合一切各种法门 始终没有差物 名为离痴乱行 善现行 在一切根本 同一之法性中 显示各种 不同之差异作用 在每一差异之现象上 又能见到 它根本之同处 名为善现行 无这行 竟而置于 十方须空界 所有为成理 在任何一历程中 又可以现出 另一个十方世界 如此互相变现 无论现成或现出世界 都能彼此不相留爱 名为无者行 尊重行 种种现前之作为 都是为了救度众生 使其解脱到达彼岸之地 意义 名尊重行 善法行 如此圆融通达 能够完成十方诸佛之 以鬼合法则 名善法行 真实行 真实行 如上所说之各种次序与境界 一一都是清静无漏中之行业 也都是一真无畏自信中 本然之流露 名为真实行 以上为十行 以上为十行 救护一切众生 离众生 向回向 此人 此人如果已经满足得到神通妙用 成就佛事 绝对纯洁天真 远离一切残留之过患 当然就要救度一切众生 但是自己又须灭除心中表示足以度他 或我以度他之观念和现象 回此无畏之心 都归向于涅槃之路 名为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向回向 不坏回向 空坏了一切可以空坏者 远离了一切可以远离者 连能坏能离之相都不存在 名为不坏回向 等一切佛回向 自信本觉之体 湛然现前 觉性已并其余佛之正觉 名为等一切佛回向 至一切处回向 真心至今发出光明 心地等于佛之心地 名为至一切处回向 无尽功德藏回向 万有世界 万有世界 与真如自信 可以互相摄入 一点没有挂碍 名为无尽功德藏回向 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在佛与传 在佛与众生平等之性地中 而发生各个不同之清静之音 以此因而发挥他之妙用 取得涅槃之道果 名为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真实之道根以成就 是十方世界里之众生 都是我本性之同体 自信虽然已经圆满成就 同时亦不忘失就度 任何一个众生 名为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 真如相回向 即一切法 离一切众生 于不及不离 亦离亦即之中 两者都没有执着之心 名为真如相回向 无负解脱回向 真心得道如所如如之境界 十方世界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名为无负解脱回向 法界无量回向 本来自信之妙得圆成了 所谓法界之边际和数量之观念也灭除了 名为法界无量回向 名为法界无量回向 以上为十回向 上述即是心性修行过程中 所立四十一位清静心地境界之含义 其次还要成功四种为妙圆满之佳行 此处所谓佳行 是针对以上修制心性之心地法门而言 因为四十一位之修行次序 大部分专指心性之境界而建立其名称和次序 心地虽然已经得到极高明之境 而在行持之功夫上 还得注意他之功用 这种功夫之功用境界 就名为四加行 以下就基于此 再说明四加行之妙用 四加行 宣得即以道如佛之觉性妙用 在自己心地上用功夫 好像欲出未出 有如钻木取火 火光虽未燃发 而宣气已经流布 就名为宣地 顶得自己心地上 已经成就和佛所行所屡一样 对于这个气质残留 尘色之身里之身 外表像是依靠他 其实内在又并不一定依靠他 尤如人灯到高山之峰顶上 身体虽然已经上街虚空 入于虚空之中 但是下面还是有些障碍 不能完全离开 就名为顶地 忍得即心即佛 心就是佛 已精正的这个真心不二之觉 对真理实境 此心已同于佛道 并且善能得到中道不二之妙用 犹如忍住某一种事的人 心中如有如无 大有忍住不动之意味 就名为忍地 是第一的 一切境界和名称数量 完全消灭 既无所谓迷 也无所谓觉 迷觉乃二边对代之名词和作用 现在都成为为物以前之过去圣语 只有在不二的中到第一异地中行 其余都成为无所谓之名词 就名为是第一的 诗的 欢喜的 在大菩提中 无上正知正觉 善的通达 决心已通达于真如自信 尽能了解佛之境界 名为欢喜地 离构的 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法差异之性能 都能明了它之同一根源 后来 后来并统一的知性也灭除不住 名为离构地 发光的 内心静集 自信光明发生 名为发光地 宴会地 宴会的 宴会的 自信光明以及 远行地 远行的 穷尽真如自信之边际 名为远行地 不动的 一心真如 如如不动 名为不动地 善会地 善会的 发起真如心之妙用 名为善会地 法云的 于修习菩萨过程中 从此以往 修习之功用已毙 功德已经圆满 到此方式真正修习佛法正位 所谓慈音妙云 附涅槃海 名为法云地 以上位修习大臣菩萨道之五十五位次续境 等觉 由凡夫境界 要求凡本海源 正的本性真如 必须要逆转身死海中之妄想流 如有意修习行持者依照上面所说次续 順行而至于正觉之性海 与诸佛法性相交 名为等觉之位 便和诸佛之菩提正觉相等了 妙觉 到了等觉位以后 觉性才获得金刚玉心中大定 由最初干会的 如是重重觉行圆满 方尽妙觉 成无上道义 以上所说之种种地位 都是用不变金刚之智慧去观察 认识是世间是物 皆是如梦 如幻 如幻 如露 如电 如镜花 如水月 如阳燕 如空花 如海市圣楼 观察认识清楚了 在指定境界中 用诸佛所交会观 双融双运 而清净修正之 见次深入 从步步精进之城市上 立此位数 但都是用上述三种见次增进之方法 修成五十五位之真正菩提正觉之路 如果能够依此去修观 名为正观 第十五篇 《长印常境语》 转时成至世间离生灭 犹如虚空华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远离于心时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 远离于断肠世间恒如梦至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 一切无涅槃 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 若有若无有事二昔距离木尼迹尽观世则远离身 世名为不取经世后世尽无本 乐会菩萨功领 天旨降临东土沿着天音仙餐 言提笔在谈宣化真传流子物参末法实际 迷子吃完真修之事绝己心宽哈哈 万有世间之一切诸法 皆是生灭灭身地不停轮转 犹如虚空中之幻华一样疏有还无 如果离开了生灭之作用 便如虚空亦无所有 当幻华之作用和现象显在空中之时 便不是无 当幻华之现象与作用消逝了以后 便不再是有 智者乐之词中 体 相 何 用 之原因 自已便解脱成类 常觉不昧 既不执着一切世间是决定的 有 也不执着于绝对的 无 而且悲悲 而且悲悯世间一切众生之余迷 生起大慈悲之心愿 乃在一切世间随类显现说法度是 拔寂众苦 一切诸法生灭无常 犹如梦幻 这一切都是从心意识所变变现 如果离开了心意识 便亦无所有意 智者乐之 它是在相 和 用 之显现上 形成了患有 但在自体上却都无自信 本自了不可得也 因此能常应常尽 悲悯世间之余迷 生起大慈大悲之心愿 而来教化嫉妒世间 万有世间之一切诸法的存在 都如梦幻世的身身灭灭 在身身灭灭之现象中 如果说它是断灭的 无 但它却有相续之作用 如果说它是恒常的 有 但它却又是生灭无常 智者乐之一切诸法 既不是决定的 有 也不是绝对的 无 因此能常应常尽 悲悯世间之余迷 生起大慈大悲之心愿 而来教化嫉妒世间 佛 觉者 乃是大智慧之解脱者 他已经了正 人无我 和 法无我 自觉内正一切之烦恼障与智障 所知 都因为妄想分别而生 这些分别之妄想心 犹如火光中之烟焰和光影 他之自信却是本来无相 了然清静 故烦恼和智慧 同样皆无自信 而本自了然清静 佛达此大觉 故能长应长尽 身起大慈大悲心愿 而来教化嫉妒世间 一切诸法 本来就空无自信 既无生死可乐 也并无另一 涅槃寂灭之境界可得 既没有一个住在涅槃寂灭境界中的佛 也没有一个佛往来于涅槃之境中 在本来清静之真如中 既没有一个所觉境界 也没有一个能觉之本体 如果执着佛之境界是有是无 也就与执着有一涅槃之可入可出一样 仍然还是法直 因此必须要远离能觉 所觉二边 了摩所住 才是佛法正觉之真实内意 也方能长应长尽 兴起大慈悲愿 教化嫉妒在世间众生 佛从本性清静寂寞中静观万法 得正远离生灭之作用 不取义法 也不舍义法 指的性自如如 这便是极离成垢 远离 复之解脱法门 若能解脱生灭 还归寂灭清静 便无古往今来之法直 由此而解脱十方空间 三世实际之束缚 以正必静寂静 故能长应长静 生起大慈悲愿 而来教化嫉妒世间众生 常应长静 最主要之道理 乃指出佛已经在 无声灭之境界中正的解脱 在自信清静寂灭中 得到大智慧 但为了嫉妒世间一切众生 出离苦海 仍然兴起同体之大悲 无缘之大慈心 但他所悲的是什么 是悲众生之余迷 其实既非实 有 人合法之可悲 也非绝对的 无 人合法之不可悲 只是悲其所悲 应魔所住而已 故知大成了一支佛法 以兴起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来嫉妒世间 方是主要之内含精神 白阳弟子 由此可乐悟性里 真传之时相与 弥勒 此尊收远九六大开龙华会之佛心 故白阳弟子以弥勒眷属自居 必须体会理天大道之常印常敬意 自觉觉它 如此自无以法相争 以理自障之魔考 或求是非或轮护魔之苦境 而以平等 包容 光明 慈悲而教化众生 而待天普度收远矣 常印常敬 虽为心慈行悲伴道行道之指针 但修子往往以意识 为平而不自知 故在略言转时成智以明修心也 为时之宗旨出修子转时为智之法 阿赖耶时有染 净两种子 染法种子自能生染法 净法种于自能生净法 阿赖耶时能生诸法 诸法还生阿赖耶时 人虽有知事上可知诸法为时 而实际上人多知法为时有 因我 法二执 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故需用修行方法 方能误人为时 一何修行方能误入为时 云有五阶段也 一自两位阶段 修行者仅对为时之意 能深 feelings 能生性解而易 上不能服出 能取 二,加行为阶段,修行者之道既无实境,离能取实,宁有实时,离所取境。 但,所取,能取,仍然因而相对待。 于是,发上如实智,应而取空,立是第一法。 此如实智者,即对于诸法有,如实,知之事也。 然此是第一法,亦只为,是,第一法,同修行者于此,有以为有空相,由于现前安利少物。 故为四,为实真圣异性。 依现在哲学术语说之,此境地仍有主观与客观之区别念。 对于,为实真圣异性,仍只可认为,知,知,而不可谓谓,诸,知。 三,通达未阶段,修行者至此,则实住,为实真圣异性,而正真如矣,此于修行大端矣得,为上须加以修至琢磨之功耳。 四,修习未阶段,修行者至此,即已至修行之最后结果。 五,就近未阶段,此者八时,眼、身、鼻、蛇、身、意、莫纳、阿赖耶,皆转未至,此时时皆未无漏时。 无漏时能辨,诸种佛生佛尚未其所辨。 时中本有,有漏、无漏,即染法、净法二类种子。 佛生佛土,即依无漏种子而成一世界。 在转时成智时,人对依依种子,皆摩所执着分别,亦即依依皆如其所如,而互不为爱,相望如透明。 此时之第八时,即转成纯净元兆之,大元净智,第七时之之之我者,今则化为是一切我与非我平等者,亦即转为,平等性智。 而第六时,则因一切随烦恼种子,即第七时之根本无明与根本烦恼种子息皆化除, 因第七时之根本无,因第七时之之我与非我之分别所生之意是上之我与非我之分别心已不起,于是此意是即成善妙观察一切法之自相共相,而无之之,妙观察至。 而前五时,眼,耳,鼻,舌,身,因无一切第八时,第七时,第六时之烦恼种子而来之染无障碍, 亦即成为善能伴其愿力所应作之事,如眼时成半见色,耳时成半听声之,成所作至。 转时成仅乃由修习信理真传,由种种实际之舍然取尽之修行功夫,去除第七时之根本无明,人,我,法直,而如实了之阿赖耶时中本来含藏之全法界种子。 若无名记破 法界 性理真传 被如实了物 即一切法界诸法种子 亦皆为转前为现 而即皆为现行 皆为现成 现在 现见之限量所设之境 亦无扰乱 而真正之如其所如之环本返元 灯离天 面无声 超声了死意 白阳修子 观此转时晨智之法 好好体悟白阳三宝心传 由修行次第 随缘观照 以第一亿之觉光 持痕性解形阵 必可破除如幻如梦之人 我 法治 而正本来也 http 帽号双写线 triple w.jicon.org 写线 modules 写线 medownloads 调查